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迹象台 我是顾德楼布 高布杰 在解盘之前 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的节目移动 那如果你现在看到我的节目 那我要告诉你的 这是预录的节目 但是呢在7月1号 我的节目已经在做一个调整 那这个节目会播到7月7号 也就是明天这个时段 这个频道是最后一天 那或许你现在看到我的节目 你可以往这边看 现在可以转到八九台 那个是现场直播的 那这个节目 也是我跟公司努力争取的 而且跟三立的关系 那临时的赶紧的在这个时段 特别播了时间给我 那下午的5点30分到5点45分 虽然只有短短不到15分钟 但是呢这个时段 由我股市气象台高副总 为大家做解盘 我相信喜欢看我节目的人 也请你继续往这个节目看 但是他就周一到周五 是现场直播的 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其实在 今天跌了140几点 其实在7月4号 我在三立的时候 我就现场直播的时候 其实我跟大家讲了一个 我用一个很 直接讲的 应该说这几天 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其实有本事就事先讲 不要用软体指标在事后演 收完盘的东西 它都是已经变事后 请听好 收完盘的东西 所拿出来讲的 那都是事后论 那都事后的表演 那叫事后论嘛 但是你可能听起来 没感觉 觉得好像有道理有道理 但是事后的东西 说实话的 你要分清楚啊 真正有实力的 跟没有实力的 它在做什么动作 这是我7月4号 我跟大家讲的 我透过台积电 我股市欣然高副总 告诉你的是 我们要从技术分剧 去看里面的结构哦 大盘涨5天 大盘涨5天 跟什么股票有关系 跟台积电有关系 那谁跟台积电有关系 就是沃埃之 沃埃之在买 7月4号的时候 连账5天的时候 谁告诉你回光返照 这四个字 它不是乱拆的 它是透过 技术分剧告诉你 原来 台积电的 周K线的长红棒 高档的长红棒 它叫做 叫做回光返照 从这个指标 从背离来看 我都跟大家讲了 它叫做背离哦 它叫做 乖离过大 整背回档哦 那回档 当然了 这个技术K线的形态 所告诉我们的 叫回光返照 那 回光返照 如果它回档 对大盘会怎么样 赶快回答会怎么样嘛 当然会回档嘛 会回档 你要第一个自觉 啊 这个大盘会回档 那今天呢 这一边啊 几乎瘦最低啦 几乎瘦最低啦 7月4号在这里 7月4号在这里 其实基本上 已经回两天了 今天这一根 也是出量的 它已经让你见识到了 那 这个地方 我觉得 我的看法 这个叫A 你注意B坡 几乎已经要开始结束 进入大西坡了 要进入大西坡了 但是 要进入大西坡 那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哦 我去年怎么做 你一定要记得 去年那段 大A坡的下跌 2800的下跌 那一段 那个会吓死人 或许有人跟慢性中毒 套在不知不觉 但仰套杀 总在不知不觉中进行 我觉得现在就跟 在这个位置上面 一模一样 你要很清楚知道哦 又来一次这样子 而且 我认为下一次 比这还要来的恐怖 为什么 很多人谈英国脱欧 很多人谈什么意大利 什么坏账什么的 那个都是下跌的理由 那 只是说 我们要很理性看待 你 那个叫黑天鹅 对不对 你也没办法抓 但是你可以抓一点东西 就是说 好 这叫大A坡 那A坡的下跌 有原因在 什么导致它下跌 我相信我不用再讲 那已经过去了 我也不想 再跟你重述 因为我不会做那种 事后解故事那种 我不要 而是看这边 那为什么 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 从这里 进行大吸波 去跌破这个点 这个低点 这个不是最低点 我跟大家讲 站在技术分析 这里是大量 大量长下引线 量价不会从到底 所以这个大量低点 绝对不是最低点 请拭目以待 什么时候跌破 请拭目以待 而是这里 从这里跌下去的过程当中 什么事情让它跌 就像这里 为什么会跌 这里为什么会跌 就是经济不好 整个忽然间经济数据急动 还有人说大陆什么 呆账问题啪一个下去 就导致这样群流股市下跌 这一次往下跌 是什么理由呢 一定有什么事情 让它下跌 但是技术方面 一定会领先知道 而不是 出现状况才跌的 不是 是要先知道 未来有一波 稀波是什么事情 泡沫还没结束 我直接这样讲 就是印钞票的后遗症 印钞票看起来好虚 整个景气看起来好虚 为什么我们出口 外销连十几 连十几摔十几黑 那个就是虚的 那虚的情况之下 你不能用以往经济来看 但是技术面可以领先告诉你 技术面可以领先告诉你 技术面可以领先让你会下跌 那泡沫太大了 所以呢 它跌的速度未来会很大 那会很大的时候 财富总分配 又来一次 又来一次 所以今天下跌 我们常常讲 我刚刚还要回到 第一个议题里面 有时候这里 这个才要结束 我真的不吐不快 我要告诉你 在今天以前 所发生的事情 他今天事后 收完盘 所演的事情 他就叫做事后论 他就叫做事后论 谁最会做事后论 就是媒体者 表演者 访谈节目 今天发生这样的状况 重点是在两天前 谁能够直接告诉你 要回党了 那就回光返照 我们讲台语叫做 要抓起来进行 人要抓起来进行 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怎么会很有活力 一个病院的人 忽然间 他忽然间很有活力起来 那就是回光返照 我相信在两天前 事先告诉你的人 才可以 那重点是 你怎么知道 我所透过的东西是什么 我没有 我只透过这些东西 这叫台积电 我从结构里面去看 台股长 因为台积电长 我们不用谈太多 什么外资怎么样 货金费录怎么样 外资 高点都是他买的 低点都是杀的 每次的高点都是他买的 低点杀的都是他杀的 你不相信 这里谁杀的 这叫外资吗 这叫外资杀的吗 这里谁买的吗 这里谁买的 这外资买的吗 我证据都在这里 高点谁买的 就外资买的 低点谁杀的 外资杀的吗 这个一样 高点谁买的 外资买的吗 外资很厉害吗 没有啊 真的高手在关股 韩库啊 做那个差价 蛮厉害的 但是一般的投资 一般的分析者 分析节目 他是没有办法跟你讲的 他只是拿个 软体指标 什么心态边多 心态边轰 或者是什么 什么 指标在这里 我觉得蛮状况 很奇怪 我要讲的是 我现在说讲的 不会只针对别人而已 我们公司的 我也会认为说 基本上 我们要这个行业 如果要真的 真的是要展现实力的话 大家都一起来 守这个规矩 事先讲 不要用事后表演 为什么 事后表演 你好像是想要 商业行为收会员这样的 其实股市里面的内容 其实蛮重要的 虽然 短短不到20分钟 它里面的内容不是说 演事后的 你未来可不可以知道怎么样 当然我会把未来师告诉你 就像我去年一样 你说万点的时候 好 九千山一路涨到万点 无所谓啊 七百点 后来给我叠两千八百点 那个涨七百点是让你 减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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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缝高不空 缝高不空 一跌下去 哇 一跌下去为什么要 一跌下去就这样 一跌下去 有的人就两百万 赔到变一百万 一跌下去 有的人从两百万 赚到三百万 甚至不止 搞不好还 厉害的人 插价赚一赚 还可以变成一倍 但是它不是买哦 它是空哦 它是放空哦 所以在财富重变这一段的过程当中 放空才是王道 我要告诉你的 现在你的主趋势 你能不能看得很清楚 再看一次 主趋势在哪里 看得出来吗 主趋势在哪里 主趋势逢反弹是迈 主趋势是往下放空操作 所以放空才是王道 而且赚的速度才会很快 我相信最近有一些股票 我今天不太想再点哪一些股票了 因为毕竟如果你能够看得出来 其实你在早两天前 你知道要卖股票 那你会知道 我跟你讲的那个感受是什么 哇 今天一开盘有的股票 重挫 差点跌停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心情压力 哇 那一家这么沉重 但是你有卖 你会觉得好开心哦 如果你有反空 你会觉得哇 更开心 为什么 因为那速度很快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 跌的速度都是暴跌 破 哇 白点白点这样跌 对 它证明了一件事情 空头格局放空才是王道 默默的有一批人 正在做这件事情 默默的有一股力量 是在做这件事情 在放空 主趋势是在做放空的动作 所以它一跌下去 它会觉得哇 那个速度很快 而且呢 我们讲多头要长五年六年 慢慢长 好 长得很辛苦 要亮滚亮 但空头一两年 破一个直接跌回七张跌 那代表一件事情 它跌的速度很快 它要赚钱的速度也很快 它要累积财富 要变成赢家的速度也很快 只是说方法真的很重要 我一直讲我的方法里面 同样的 主趋势是在哪里 要看得很清楚啊 是多还是空 是多头还是空头 当然大部分人会写说 这样是多头 现在是多头 Anyway 大家都有大家的看法 我认为还是空头 我认为还是空头的原因 从量就知道 多头是量滚亮 量滚亮 空头是不用量 量缩 是量缩 所以从量 有时候在超盘技的技巧就是 量会先告诉你 量缩 你没有觉得这一年的量 都比其他这六年的量 越来越少 它就是空头的特色 最后还是告诉大家 虽然剩两天的时间 但是有些事情 我还是要在这里做一个交代 那当然 现在该怎么做 或者是你前一波 有套劳股票的人 或者是 我告诉你要卖股票 你听不进去的人 那或许你现在也会紧张说 对 黑天鹅 怎么怎么又来 如果你甚至是这样的话 当然 我习惯了 前几天可能没人理我 因为长了五天 没人理我 但是现在一跌个一天 然后觉得 哇 怎么那么可怕 因为开始要回来的时候 其实一般的古民 他是比较容易随破阻流 那是我可以理解的 摇摆来摇摆去 那是古民的特性 但是一个真正专业的朝白人 他不会随风而已 随风摇摆 空头格局就做空头格局的事 多头格局就做多头格局的事 只是你分得清楚分不清楚 如果你是常常看涨缩涨 看跌缩跌 就来了 指标怎样又怎么样 又怎么样又怎么又来了 我觉得其实 这几年好像发现 很多人是靠着城市的东西来做 那城市的东西你要注意一点 它是落后性的 比如说涨了一段之后 它指标带很多 跌了一段之后指标来翻空 所以操控性来讲的话 它会落后很多 以落后很多的卖点 虽然我不能抓最高点最低点 我在操盘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最高点最低点 但是我可以抓相对高 相对低 但是那个指标是落后我们很多 既然是落后很多的时候 那个软体你买回去 那还不便宜 买回去对不对 买了你还不一定会用 那当然很多人想尝鲜 但是常见的过程当中 如果真的这么好的话 如果真的这么好的话 我说穿了 那买的人应该很多 但实际上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没有 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是一个陷阱 它可能是表面的东西让你看 但真正的东西是功夫的 我说实话 你在股市里面能够赢 当成赢家 它难道都是大家都会的东西吗 如果都会有的东西 我说实话了 大家都成富翁了 股市里面大家都成富翁了 这个东西它不是 如果现在这一两年 红起了软体 它这个东西 它不是最近才起来的 它已经用很久了 很多人在用了 但是为什么 股民还是赔 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股市它没有那么简单 用机械师操作吧 所以呢 大部分人还是输 还是赔 还是输家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 它绝对是在股市里面 借降临于所有股民之上的一个东西 那个人 那些人 他一定是有他的一套 去成为市场最后的赢家 那个方法很重要 那个方法是战胜的心里面 操控了股民的心里面 操控市场的情绪 但是呢 往往呢 那一门叫什么 我说穿了 就是这五个字 在做的动作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它不是软体可以操控的 它是透过 里面的结构去 玩弄 大家的情绪 那那个情绪一失控 就很容易出现股民的 追高杀低 追高杀低 那追高杀低 就付出相对的成本啦 就付出代价啦 那追高杀低 赔钱的钱流落到哪里了 这个钱被谁赚走了 就是零和游戏嘛 那也是我说 我一直在这一两年 教导大家财富从分配 就是你赚别人的钱 要不然是别人赚你的钱 你要当哪一个 当然往往呢 这个不是简单的事 它有它的难度 但是你的方法真的很重要 但是大部分全市场的人 你去看都标榜的 不管是技术分析 或基本分析 只是说在基本分析里面 你要着重一点 就是说股价绝对领先反应基本面 那股价涨了之后 你看到产业的利多出来之后 那到底该买 该卖 没有人告诉你 很多人会说赶紧来 我带你再买 结果就忽略了风险 所以往往这个行业 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你想想看 是不是你 参加投顾后 你会发现 为什么他带我去追高 这不能怪他 因为大家掌握的是 他掌握的是 特定能掌握的是 人家想要买股票的那个心很急 而觉得没买不行 好像未来还会更好 赶紧去买 那反过头来 我放空的人 我绝对不会叫你去追杀 就像今天 我不会叫你追杀 明天有反弹 我今天不会空任何一张股票 而是在今天以前我空好了 同样的道理 在今天大跌一百四几点 我叫你去放空 跟在大涨两百点之后 我叫你去追高 那同样的道理 那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那个叫情绪控管 懂吗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头痛 请用预分猪 吹记贴 请用记贴 无分猪 无分猪 不好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00-2578-3000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也评险加买附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效期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带电医疗费用 朋友们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欢 还是同样的 再预考一下 过两天这个节目就结束了 其实我的新节目 你现在看我节目的同时 其实我在下午的5点30分 跟5点45分 这15分钟 我在八九台的三立台星台 做一个现场的直播 那当然了 那里面 我会把一些精髓的东西 拿出来讲 也自己挑明 那 有时候 其实现在解盘 也没有什么任何意义的 因为最近的行情 我说穿了 你注意一个东西叫量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量不见 可是我发现 最近很多人 股票市场是在萎缩的 但那个期货市场 怎样是在过大 我们在同一间聊天 我们在超班级聊天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 台湾的经济 贫富时代来临了 贫富 我们讲的是贫 贫 贫 均贫 叫均贫 就是三角形的形态里面 下面的人越来越多了 有钱的人越来 还是那样 但是中间的人开始变少了 下面的人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 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股票市场 我们没人要玩 股票市场的量在说了 没信心 或者是没钱 昨天我看到 金管会主委 居然讲了一句话 叫老人家 叫老年人干嘛 买股票 哇 说因为老年人比较有钱 因为那时候 当时经济 台湾经济好的时候 他们有赚到钱 有穿一笔钱 哇 这个 这个蛮不好的啦 我不是要批评 是说 我从这个现象来看 你叫老年人拿钱 进来买股票 啊你要知道他到底功夫好不好啊 你是叫他进来赔的吗 还是你要叫他进来 你们要出货是不是 老人家的心脏身体 不像年轻人一样 心脏看得掉 输了就输了 重新打拼起来 那个老人家一赔掉 他过活的养老金 都在里面进去 啊如果赔掉怎么办 啊更别讲那个 最近很多人在玩那个期货 我刚刚又谈到军贫的世代 很多人想要以小博大 他的出发点就是 没钱了 想要博翻身 啊我相信金管会主也看到了 啊这个大家都没钱了 啊所以当然没有量嘛 没有人想进来嘛 叫老人家拿钱进来 老人家已经可以 因为打拼了一辈子了 好不容易有个积蓄了 搞不好还要照顾下一代 好他儿子那一代 好那个既然经济不好 儿子那边有困难 还要帮忙一下 那你叫他把这个钱 拿来个股市里面 除非像我们一样 是专业的专业的 专业的超版人 那OK啊 除非他是这样的人 他有专业度 他够 他专业技巧够 当然OK啊 但是大部分不是啊 如果不是啊 真的你叫人家把钱 拿进去股市里面投资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一个做官的 不能这样做的 我不再批评 我是站在一个客观的 分析师的角度里面 我觉得 找人家拿钱进来玩 进来买股票 我第一次还听到 你把经历做好 台湾有出路 自然而然的 不用靠老人家 外面的流出出去的钱 自然二三 连二三计金融账流出 自然而然他就回来了 搞不懂状况 我觉得这个状况怪怪的 把经历搞好吧 自然而然 钱就会回来 但是我觉得 目前看起来很难 好同样的 注意 我节目移动 还是要告诉大家 我的新时段 下午5点到5点十分 Live 现场直播 八九台 三立财经台 所以呢 如果你们会问我问题的话 想聊聊 或者吃苦问题的话 随时都欢迎您 跟我现场助理 打个电话 到我们公司 都非常欢迎您 本国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 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资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 一把兆 购得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私收到刚才 Ian 我们 Broken 这aste 每一个月就送轰动时找发牌秘籍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这次只要一千元哦